現在回答的問題是關於在這個地方工作 有些小朋友有些是孤兒 有些是父母有問題的地方 而那些小朋友有很多行為上的問題 就是尖叫 失控 而他們的自殘 還有很多家庭都有很多問題 這些小朋友有很多傷害加起來令他們很有問題 我自己第一個反應就是你在那裏保護自己 不讓邪靈攻擊或者情緒攻擊到 第一 當然跟神的關係 有密切關係 神的保護神的同在 在那裏時才討過 神的同在保護你 第二 當然需要接受他們就是這樣的 然後才可以改變 接受是這樣的 當有些什麼發作 你就不會有情緒爆發 因為你見到他忽然喊著你 你很大反應 你自己就會受攻擊 你的情緒會不穩定 你又那晚睡得不好 但是你接受了他們就會這樣爆發 你見到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這麼大件事 還有有神的同在 處理接受他們是這樣的 凡是我們如果工作或者家庭和那些人相處 都是一些有問題的人 我們其中一件事是不接受 而不受他們影響 而他們的改變其實是很多方面的 因為一個就是他們怎樣得到安慰 得到醫治 怎樣處理情緒 怎樣跟他們有靈界邪靈的釋放 但這個在你的情況根本是很難的 但如果可以跟他們祈禱 他們能夠接受到祈禱 跟他們祈禱的時候 他們多些相信神 親近神 和處理生命 即是不給程序影響 教了他們 很寶貴 很重要的 有些人 周圍的人 可能他們有容器 有些人不開心 他們受很多傷害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做些事在身上 來受傷害 其實我們去看出他們 他們都是很淒涼的 甚至小朋友都可以解釋 他們都是很需要 寶貴 幫助我們 就為他們祈禱 我們不要生他 遙書他 即是當他們接落到他們是這樣 又接落到他們都會有些傷害他們的人 他們都是這樣的 接受到的時候 他們自己就處理到 因為小朋友是比較難明白這些複雜的觀念 但是 由簡單的開始 神是愛你的 神是體重你的 你是很寶貴的 而那些情緒這樣喊出來 是不會幫助到的 就不是在他喊的時候告訴他 是在過後告訴他 反而你在需要的時候 你就去說 耶穌愛我 耶穌祝福我 這些不同的教導 還有機會為他祈禱 去幫助他 但的而且確 例如我們工作環境 有些有情緒病的人 有些有問題的人 有些有邪靈的人 有些人我們根本改不到 只能夠沒有改變我自己不受的影響 這些小朋友 有些你可以改到 有些改不到 因為他們本身 他們不是信耶穌 或者他們不給你祈禱 他不願意處理生命 你根本處理不到 但是你能夠做的就是 保護你自己和那些願意 信靠的人 也都你為到那個地方祈禱 求耶穌赦免 他們以往曾經有犯罪 求耶穌赦免 拿走魔鬼的權勢 求耶穌赦免 擁有這個地方的權勢 有耶穌 耶穌做主 做這個王 這個地方屬於耶穌的 求主赦免他們一切所犯的罪 他們不知道 不明白 求耶穌赦免 求耶穌祝福 你可以做的就是 首先你自己也是有平安 你的喜樂也不應該他們過 你見到他們就開心笑 微笑 關心 他們就算發言 脾氣 又好像沒什麼 又都是很平安 他們就會說 好像你這樣多好 即是我們那個不受影響 都是會影響到的 有些人都說到來到我們的聚會 他們來得多 他們的情緒就受幫助 因為他們經常見到我都是很輕鬆 很開心 他們就受影響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影響周圍的 不受他們的情緒影響 即是這些其中可以做的 還有可以… 做完的其實 你這個只能夠耐性接受 因為我們不能夠改變社會 不能夠改變一個地方的人 他們已經在魔鬼的控制之下 我們是很難去改變他們的情況 是唯有當他們願意給耶穌改變的時候才是改變 對 他們都拿著原來 為何捉到他套布 然後用套布給他們 這是好的 但是… 我見他們…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行冷靜去 但其他家長的行政 即是那些明信主 他們很用怒氣來去教他們的時候 很有怒氣的 那些家長 我先愛完他們 他們很快就用怒氣來 嘩…我都害怕 即是我見到就… 即是怎樣說呢 當… 當小朋友處理完 平靜 那些家長又用怒氣 還要說我 你這樣… 縱容他不行的 你這樣不行的 一定要惡 你惡他才是甚麼 但我看了就不是 他還要我用他的方式來處理小朋友 那我應該很多… 那些家長跟你們一起 即是他的醫衣 即是煮飯的醫衣 我煮飯的醫衣 但煮飯的醫衣有沒有權話事 要你們怎樣教導他 他心在這裡做得久 做得久的那些呢 即是你不可以… 即是你不可以… 即是… 跟他相處 然後打倒了 然後晚上見過他又死了 這樣的時候就會… 這個就會受恐懼 而是在當時來說 立即親近神 耶穌你幫助我 我問他甚麼處 即是活在這個罪惡的世界 即是好像想像你是在 所多馬亡多拉 那你每天見到他們 你每天發脾氣 那你就走進去 或者不是外面法 而是你說我接受他們是這樣 我就是享受親近神 我影響到多少就多少 即責任不放在自己身上 就會影響力 如果一… 即總之我們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情況一揹著 我們就會無力 就會受影響 祈禱求救和相信 也都告訴自己 我做也應該做 即是說不要被打倒 打倒即是說 哎呀好慘啊好淒涼啊 搞不行啊 你就被打倒了 而是保持一個平穩安靜 甚麼環境我都平穩安靜 神會照顧我 我不能夠做多過我能夠做的事 真是這個… 我知道這個環境很困難 亦都很需要你在這裡 但當你喊的時候 釋放不一定要喊 用一個喊的方法 讓你入了心 當你入了心 變成你被迫著 你就不讓它入心 就是在他們喊的時候 你… 這個你真的要進去 你就做好準備功夫 神那我不背著他們的責任 我做我可以做 我就是繼續平安 他在喊的時候 就是心願住 神那你照顧我 我做不到 我只靠你 找你不得平安 在興省 他在喊的時候 你都… 你就是… 祝福他 恩待他 這個是困難的 當你不是這樣做到的時候 後果就是 你裡面堅固了一塊東西 每次上班就堅固了一塊東西 跟著回家又釋放 再一次又堅固了一塊東西 又回家釋放 這樣你就會很幸福 所以呢 就是我們要學去放手的東西 我們不肯揹著全世界的東西 譬如我們家人 如果有些人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不能夠守個傷害 跟著我們每次又去處理 而是 他根本傷害的時候 我不讓他入心 那我們就… 即是我們人始終都會受一些影響 即是 譬如一邊哭哭哭哭哭哭 那你起碼… 即是有些人會一百分之一百入心 跟著要處理 那你就難些了 那譬如你一路釋放 譬如你入了五個百分 你總是好過一百分之一百分釋放 你受了影響五個百分之一 那你都可以… 即是那個… 釋放也容易一點 我明白了這個意思嗎 即是盡量… 即是你一步步 趨於去放手 以至不受影響 這個呢 其實這個位置 我覺得你要找上司談 即是說 上司是否… 其實如果讀過心理學的人 是不會叫你要罵人來處理這些問題的 即是那些上司應該是讀過心理學的 所以他們都不會… 即是沒有理由叫你用這些方法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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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就純到你 類似的 誠一 終届